今天不妙提出 在振興階段我們要花6千塊 普發6千塊的現金 直接發到現金為商隊券的支持度 是 87.7% 今天不妙提出 在振興階段我們要花6千塊 普發6千塊的現金 就是人人有免牌度 這是公平的做法 就不會產生各業間相對的剝奪感 第二 立即撥省能力 不用審核 基層工作人員不用很辛苦 人民也不用冒著 可能會有詐騙公務機關的風險 不用自己去證明自己有多窮 第三 全台用無限制 這個才能有效的振興各行各業 國民黨自從疫情以來 一直提出很多進步的 比如說我們最開始 國民黨是第一個提出 要制定特別條例的 民黨本來不願意 後來他在民意的百億之下也跟了 那在紓困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要發現金 民黨本來也不願意 但是在我們的農曆之下 他也開始變相的發現金 但是他發的方法不好 造成的這個萬人紓困之亂 我們黨還要進一步的 在這個振興階段 在我們上個禮拜 剛剛通過的這個 總共4200億的這些 整個預算裡頭 我們算過每個人發6000塊的現金 事實上只需要1400億 那在這個前提下 可以有效的振興各行各業的經濟 這個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是再次主張 在振興階段就是能不能突發現金 那現在根據新的民調 直接發到現金或消費券的支持度 是87.7% 比之前62已經提高到 那些就賣玉蘭花可以賣口相當可以 那舉牌可以 他就原用這樣去弄 其實並不見得說是一定要騙 有看到一個新聞就是 就是取公所的人就認為就是說 男人的都拿走牌 都什麼走牌 男人都什麼賣玉蘭花 那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在舉牌 跟這麼多人在賣玉蘭花 不過在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要幫忙的這些 他本來就是 處在一個社會相對的邊緣 所以他是看到就是說新聞講說那些 就賣玉蘭花可以賣口相當可以 那舉牌可以 他就原用這樣去弄 其實並不見得說是一定要騙 不過我相信在地方的公所的人都非常的盡責 因為長期我們在社府的審查 就是相對的嚴格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認知的落差在 今天下午我們大概就會 會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公式 讓這地方政府 地方區公所在審查的時候 能夠方便一點 所以就是說 這個公司上面應該是說 寧願錯發了一些人 那也不要漏掉一個人 所以 需要領的人 絕對不會領不到 需要領的人絕對不會領到 那時間也會到6月底 所以也請民眾不要心急 給我們一點時間 讓我們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再度對於我們基層的人員 在這時候承擔了這樣的一個辛勞跟壓力 也表達我們的謝意